其实真的很难得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都市当中 听到这么清澈的流水声 不过也要脱离要设计师的哭 因为今天你带我来参观的是一间 很有日本味道的餐厅 是的 这间餐厅它是由一个 借由旧建筑物来改装 然后呈现非常日式产风的一个味道 那这个建筑物呢 又一个在一个所谓的都市的一个巷弄里面 它非常的有一个闹洲取境的一个感觉 那所谓的日式产风的感觉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我身后包含到它搭配的一些元素呢 有流水 那有原石 还有一个白色的历史 石头 还有再加上松木 那在乌瓦的部分呢 它还有黑色的琉璃瓦 其实像你刚刚讲的这些元素 就是非常经典的日式造景艺术了 是的 而且它比较特殊的呢 我们待会还可以看到 在它的一个空间的运用里面呢 它还加到了一个古墓的一个设计 有点类似装置艺术的感觉 一走进这个餐厅 我还没有吃到它这个美味的东西之前 我的视觉就已经被它给收买了 是的 那我们在进来的时候呢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它 它是一个非常日式产风的一些味道 那现在为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它搭配的一些元素 那第一个我们从一进门开来 在左手边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非常原汁原味的一个铁道枕木的呈现 这铁道枕木的呈现呢 它像排一列下来 它是从户外 直接延伸一直到室内来 然后一直连接到它的一个 接待的一个柜台这一个地方 OK 这个角度看过去 觉得它是连续的 并没有室内跟户外的分别 是的 是的 它有一个连贯性 非常有一个连贯性 那在这个接待柜台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一个表面呢 它是一个非常 应该就算是一个原石 它是用花钢石的原石 然后一个粗糙面的一个打实的一个方式呢 来呈现它那个非常一个古朴的一个风格 虽然说这里是比较浓厚的日式残风的味道 还是有一些现代的元素 让我觉得近来呢 就冰至如归的感觉 是的 所以我们在眼前看到说 它玄关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发现到 它就是一件装置艺术的东西在这边 就是很结成的欢迎 欢迎光临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晚宴 是的 我其实很开心 因为走进这间餐厅处处是惊喜 紧接着我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一个 原汁原味的古墓 应该算是支撑这个地方的结构吗 是的 在这边我们看它这个原木呢 它就是算这边的一个支柱 支撑 它支撑上去都包含它原木的横梁 我们就可以看到 往上去我们就可以看到 真的非常古式的 所谓的之前旧建筑物留下来 日式建筑物留下来的 一个天花板的一个造型 所以这在日居时代的这个房子 就是这样的天花板了吗 对… 所以这间餐厅我们可以发现到它 它是保留了原来的旧建筑物 但是呢在室内的部分呢 我们就做了一些所谓的 重新的整修装框 而且林设计师我发现 它把梁这样子的东西 变成是它装置艺术的一部分了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那个横梁呢是用原木 然后呢它去把它磕 找一些磕痕出来 然后呢我们它的冷气孔 你可以看到说它冷气孔 就跟我们在那个横梁上面呢 把它当作它的一个装饰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后面这个 所谓开门的开窗的一个方式 那开门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是用一个一样原木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加上我们一个水泥砖桥的设计 那你可以发现到 它真的还蛮经典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规则型的 对 一般门不都是四四方方的吗 是的 是的 那我相信在这里用餐 那个心情一定是很愉悦的 因为你虽然坐在室内 可是又仿佛你在室外的感觉 对 那我们在这边呢 在用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大便的开窗 然后它用一个原木的一个窗框的方式 再加上它一个用那些 我们所谓的卷帘 木柏叶那种卷帘的方式 这个卷帘很日本味耶 而且感觉很有 很怀旧 有点复古的味道 对 那它面对外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隐约 也可以看到中庭的感觉 OK 所以在这个空间当中 你不管坐在哪个角度 其实你都可以欣赏到它非常 日式风味的庭圆造体 是的 是的 OK 我觉得我刚刚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河流 小河流 是一路延伸到室内来的耶 对 我们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我们身后了 它那个水道是从户外 直接引进到我们用餐区这边来 一直连结到我们的后面的 中庭的那个所谓水井井罐的部分 OK 它是同一条 对 它是同一条 而且我们在这个部分 用餐区这边我们就可以 可以看到 它水道一进来的时候 一直要到通道 我们的后面那个景观池 那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那有一个 隔渣的一个造型 类似一个水闸门的感觉 異象式的水闸门 是的 是的 我觉得如果是 小朋友来这边用餐 一定很开心耶 因为你在吃东西的同时 你可以看到这个小河当中 还有雨在游 是的 有的时候到餐厅 小朋友跑来跑去 妈妈会担心 其实来到这个餐厅 他应该会看那个雨 会看很认真 很久 是的 用餐的心情应该也会很好 是的 其实这一间日式禅风 表现得这么原汁原味 听说是老板娘包办一手的设计 那这当中也融入了一些 现代的风格 让它是中西河壁的感觉 像我们身后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 那在这一间包厢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它是其实是一个玻璃屋 那玻璃屋的感觉 我们从在这个包厢里面 往外看出去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一些景观 包含到它的流水水池 包含到它的一个原石石头的一些堆积 这个样的造景 是的 日式庭园 是的 那包含到我们一开始有讲 它是在巷弄当中闹钟取静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达的一个 木格杂的一个竹笠巴 那这样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还是蛮有隐私性的 对不对 是的 可是感觉像在户外用餐 是的 我有这种感觉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室内 因为它让我的庭园造景 环绕在我四周了 是的 所以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 它是一个非常现代 再加上我们所谓日式采风的感觉 那为什么会有现代感呢 我们刚才发现到我们身后 它整个墙面是做一个灰色墙面的处理 那再加上它挂了两幅的 我们比较现代的 艺术的一个装置的画 那非常日式采风的感觉 是因为第一个 我们在包厢里面 它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常日式的一个 榻榻米的一个做法 是的 OK 这个空间真的还不错 但是各位 听说这里没有菜单 对啊 这里是没有菜单 因为这些菜单提供给宾客 客户的感觉就是说 它作用当日最新鲜的食材 对 所以呢 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记得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要菜单 因为它会让你吃到当季最美味 最新鲜的食材 是的 有时候有那种未知 去期待今天会可以吃到什么 这样的感觉也还不错 对 OK 今天也非常谢谢零设计师 带我们来参观这间 这么有日式采风味道的餐厅 是的 谢谢千云 谢谢